TBS健康生活Tips要帮你掌握在生活上面的最新议题 但是首先要先带你看到 这个农田水利署居然带头是当公务员饮酒作乐 而且这个时间还是在上班时间 根据GT图队的报导 其实就在今年6月的时候 农田水利署的彰化管理处 是举办了一个庆祝水利节的活动 而且也计这个水利小组的联席会议 总共是席开80桌 而且多位的中央跟地方的官员都有出席 只不过这个时间居然是在上班的时候来进行 几乎所有员工都到场 而且是饮酒作乐 也被部分的员工说 这个犹如是选举的榜庄大会 甚至也说这好像就已经回到改制前的水利会时代 同时还以说这一场的花费 其实是多达83万元 但刚刚就有说 其实这样子的举动是让部分的员工是非常不满 也点出这个会议的程序是非常简短 随后就马上转成是宴会 其实场面是非常的混乱 好 曾旭带您转换心情 一起来看到巴黎帕运 其实现在是已经正式落幕了 而台湾代表团这一回是拿下三赢二同 也缔造近四届的帕运最佳成绩 而这样子的总奖牌数也是史上第三家 根据中央社还有联合报的报导 其实帕运就在这个法国的国家体育场的 盛大的电音派对中里面来闭幕 而我们是找来我们的桌球星星 也就是陈伯燕 还有桌球女将田小文 这两个人来担任这个闭幕式的掌棋官 同时巴黎市长也把这个帕运的会席 是交给主席之后 再转交给美国洛杉矶的市场 代表的就是下一届的赛会的传承 而刚刚也说 其实这场闭幕式其实是有下雨的状况 但是现场24组的法国DJ是纷纷的现役 所以整个气氛就真的很像是大型的电音派对 现场又有多达六万四千名的观众 一起来参与 好 再续带您回到国内 其实下礼拜就是中秋节了 但是我们要先带您看看我们的菜价 因为现在有部分的菜是不便宜的 像是北市的进口肉是贵了两成 加益的牡蠣美金也有可能会飙到100元左右 根据就时报报导 虽然今年的台北市的中秋节的前夕 平均的蔬菜的批发价的价格 是有比去年稍微下降一点的 不过刚刚有提到 像是美国还有欧洲的牛肉价格 是已经上涨一到两成 而以台湾来说 目前的价格是还是持平的状况 没有特别的涨幅 不过可以看到这个加益的带可牡蠣 因为产量减少 所以预计在中秋节的前夕 有可能会上涨到100元 另外在这个文革泰国虾 还有白虾的价格 同样也是因为这个产量减少 所以都有一些上涨的情形 另外除了这些海鲜类的 包含像是了玉米还有葱 其实价格也都在持续的上涨当中 这需要带您看到很多人都会想要减肥 想说那我就来吃水煮餐 应该可以瘦得比较快吧 但是明明实施了 怎么还是会胖呢 根据自由时报报导 旧医师他就说了 其实如果你单靠这个低热量 或者是水煮餐来减肥 其实很容易会导致这个营养不良 所以也建议应该有几个饮食法是比较好的 包含地中海的饮食 北欧饮食 日本饮食 还有抽签饮食 以及素食饮食 刚刚讲的这五大的饮食 其实就是他觉得不发胖的饮食法 建议所有长要减肥的民众可以来参考 主要就是因为这些饮食法 都是强调多样化还有均衡摄取 包含有一些碳水化合物 蛋白质脂肪 新鲜蔬果 甚至连这个水通通都有的 所以医师也说靠这五大的饮食法 不只可以维持健康的体态 也可以来降低慢性疾病的风险 整理来说其实是更容易来提高这个健康的水平 好 最后要带您看到这个生理用品 其实北市过去的校园就有一些相关的补助 不过现在要把这个适用的对象再扩大了 要增加到高中值的一年级的女生 根据最后时报报导 其实教育局就说这个新的政策 从新学年开始实施 而且每个月就会提供这个两张的电子兑换券 是可以让学生来选择19种的这个多元的生理用品 而这整个生理用品的补助计划呢 其实从2022年起就是先后涵盖国中还有国小的高年级的学生 而且主要就是透过这个库克云的平台来派送这个电子的兑换券 所以其实整体呢在领取上面是非常便利的 另外教育局也推出有这个家长账号带领的功能 就是希望可以来促进家庭内的性别平等教育 以上就是为您掌握到最其实的生活议题 提供您做参考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